謝謝兩位的理人 接下來是有一個小事 今天晚上來參加的 來做活動 剛剛聽到了中部的一些做法 也聽到我們中央政府的一些政策 裡面有過去的叫做管貨管制 不管是煙囪或是排氣管 然後他就設了一些排放標準 然後標準拿去管上 然後去治法 第二個現在逐漸用這個公務法裡面 當年所講的這個怎麼樣構成 有台灣排放權這個交易跟疑念的一些做法 想要來改善DM那邊 那這個對台灣都是一個很重大的挑戰 FORTS還是FORTS 這個我們要來看 那很多人 因為我其實做的汽車是最早做 那後來又做了火力化電廠 那從20世紀中葉的 那個雲敦的污染 就是南美的污染 到60年代7年代 洛杉磯的污染 就是汽車的污染 那產生了Los Angeles Smoke Rondon Smoke 那這兩個Smoke 在21世紀 發生在北京跟德里 所以兩個Smoke 就發生變成北京Smoke 德里Smoke 兩種都有 那可是這兩個地方都有大幅的風性 所以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解決 所以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解決 那在財經的窮頂之下 他也有去混沌真的去看說 他是怎麼解決 基層系的 然後 所以 以美國的例子 跟英國的例子 都是 叫做 這個 Regulation For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比如說 我訂了一個標準 那個標準是高於現有的技術 然後來促成污染的製造者 技術創新來往前跳 那最有名的就是汽車工業 那美國的三大汽車工業 當美國加州的第一批的汽車管制標準 要延你的過程 透過所有他的能耐去做Lavi 跟藝人跟佛衛藝人的時候 不可行 通過了以後我們都破產 那誰跑出來 這個機會讓Toyota 讓Nissan跑出來 那他就說 我們做得到 然後美國三大汽車工業 就賣了一年到一年半才做得到 那這個缺果讓Toyota一直到21世紀 都是第一大汽車 那後來再延離這個政策就是 規劃促使的技術創新 那我們國內過去 二三十年來有沒有徵收公務費 大概都不用這樣的想法 都用非常保守的方式說 現在有什麼技術 這樣會不會影響這個產業 這樣 那我們得到的經濟就這樣 那 倫敦就是禁燒煤 很簡單 禁燒煤就是早期那方是讓家戶可以去興廷 一樣 這個事情你想到北京 那中國在天津北京 這幾個區域 就是它最多的幾個區域 就開始禁燒煤 所以天津附近北京附近 一座一座的藍煤電廠就有關了 他不管 他就叫你關了以後你去找方法 你就會找一個方法去發電 所以這就是靜美的一個運動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國內都在政策原語 就不討論 所以在環境裡面也會糾結到這個 好像這個都是要再去協商 所以這個可以給大家來參考 那我們今天為國家想有什麼大的政策 或是很細 就是到中部這個個案 大家看還有什麼問題可以請教這兩位 那也看看我們在座還有很多人都可以 從公共政策的方法 從一個方向去回應這些 那我們就拍一放好不好 這個 來 拍 是不是請書長 謝謝 謝謝這位台中的朋友 有三點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環保署跟經濟部這邊的問題 其實我 因為我剛剛就講 我在環保署那裡幾年 我感覺是越來越好 對環保署來講 就環保署來講 那 早期再講 我那時候剛好很年輕 去的時候他們在弄那個五親 黃皮 那到後來我們現在六親的話 裡面 後面的其實是不太一樣 其實他 有在做一些 畏敵 畏敵 那 在經濟部來講的話 其實對於產業的看法 因為我們如果從那個 他的這個組織 工業局 他會一直都朝工業局去走 其實在組織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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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改好了 那結果我印象當中 他會變成 產業發展 那他事實上是會做一些調整 那我沒辦法講太多細節 就是 至少在我們 以這個戲權為例的這個課題 那麼行政院也要求 就我所知道 就在經濟部門裡頭去檢討說 在怎麼樣 比如說當時這個一出來 就是禁止拿到送給出來 那當然經濟部會說話 會缺電 會什麼 可是就我所知道 我所知道院長也告訴他們說 你不能老制止 告訴你這種這樣的問題 到底 你經濟部能夠做哪些事 而不是說通通都不行 比如說人家講 燃氣電廠到底可不可行 要去評估 所以這方面我個人覺得說 在經濟部 防保署這邊面對經濟部的行為 其實你可以去問經濟部的人說 那防保署你們會不會覺得很痛痛 他們如果說不會的話 那現在我們就一人贏了 可是現在來講不是 現在不是 因為就我常常在 這個 原理這種標準的話 其實都還是會跟他們做一些交測 其實我們這方面我是 我個人是覺得有信心的 但是就是他 反而前面還是有很多難度 還是做溝通 還是做溝通 第二個就是總量管制 我剛剛可能沒有解得清楚 我們總量管制就是說 假設我是這個場 那在總量管制區 政府規定我要減5% 我一定要減5%下來 但是我如果減低於5% 就比如說我減到10% 那我這差了5% 才可以拿出來做派發 也就是說我這一期呢 定下來要減5% 那你做的比5%還低的 你才能拿出來 你留著以後用 或者點新的 那就是說這個區域 他是一起一起 是一起減下來的 那新進來就要去跟人家買 買那個超過5%的那部分 才可以 保持這樣子來的 所以他總量管制 但是全世界實施總量管制的 其實只有美國 而且他也是用小區域的 一個 某種方區文的 某種方式 那我沒有比較 比較沒有像我們這樣做 不過我們是覺得是說 有那個環底 按審查的經驗 其實我們覺得可惜 那你剛剛有提的就是說 你怎麼去知道說 它真的有解 或者是沒有解 其實在現在的這個 我們的 檢測技術 或者量力技術 或者 其實現在我們在 空物的法規裡面 那麼地費很好 對許可的內容裡面 做些檢測 其實這裡總會 集合對他們台湯面 哪一個湯面 台湯口氣面 台湯超 我們沒有緣幾次用檢測 所以這裡是 可以 我認為是可以做得到 去把它盯住 它們真的也很簡單 好 這是一個 那另外剛剛所提的 這個 台積建的那兩個措施 其實我剛剛有提了 那兩個措施到底好或不好 不符合其實見仁見智 不過你剛剛提出一個重點 就是說今天我先不講說 洗澡街或者是收過大潮 也就是說他假設採取出來 有兩種措施 三種措施 包括剛剛詹律師有提的 其實他旁邊的很多污染人 能不能去把它剪下來 然後再提供這個污染物的量 那這裡就會有包括說 你把污染範圍確定法 那事先你要做個評估 你剛剛所提的就是收過稻草 結果他用柴油車去弄 結果他還是都排斷很多地方 反而是不收還沒關係 因為不收他不一定路線很糟 一收就反而照產公安 所以你這個觀念是很對的 也就是說他如果做這兩個承諾 那將來在洗街的時候 就要去估算他的排斷跟自己洗的多少 你如果說排的會有的量 那洗的何就要洗得多 那再剪出來 那這個是一個方法 不過我就覺得這兩個都很 感覺上是比較好執行的 其實他如果能夠去做其他的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比如說他把這個老舊的20層機車 把他買掉 但是那個比較直接嘛 錢去然後把它弄掉 這個也是一個方式 也是一個方式之一 所以還有就是我個人的觀點 觀點說以前講到污染者付費 那我個人是比較強調是使用者付費 那使用者付費 如果回歸到台積電這個案例的話 他比如說用的比如說縱火的 剛剛我沒看錯 因為是11%的發電 其實他就是使用這個電 那你發這個電會造成的空虛額負荷多少 因為現在控制成本或者是什麼 有包括海電自己在弄 然後也有叫做我們在做 排出來的 因為這個就是大家一起在承擔的 其實這裡如果是鋼杖綠子兩門 能夠是承諾原律電 那這個錢出來以後 這個錢可以做很多事情 比如說收購剛剛我們所提的 收購這個到汽車 輔助這個柴油的汽車 那這個我覺得就意思就很有意思 蠻有意思的 他也付他該付的 所以如果說能夠 這樣以台積電這個案子為例 詹律師可能比較清楚 剛剛中科三期跟四期都在合情 對不對 所以這個很清楚 就是環評雖然通過了 可是環保團體去做訴訟 那這個高等法院的這個法官 兩兆早來 看能不能就這個兩遍 去做一些 比如這邊多做一點 這邊也覺得說 為了這個產業發展也可以 所以中科三期 他就有達到一個 我覺得還不錯的一個和解的表現 就是開發那位他做得更多 那假設這些事情能夠在 不要做在keep go的時候 才和解的時候才出來 是在環評的時候 就已經都已經那些趨勤 其實會比較好 也就是不會有內容說 沒有護信 要去告了 告了之後再和解 假設說 現在中科四期也在和解中 我就覺得這個方式 如果能夠把它搬到前面的環評 的階段來 我覺得會比較好 那我看起來好像差不多 以上先回應這裡 謝謝 那我們先請在面試回答 那其餘其他的問題是 可能是這個觀眾 這個聽眾還有剛剛那個 為什麼 為什麼 要現在的地面 才地面的接近 沒有 我們有跟台積電有直接的接觸 都跟中科觀景 跟台東市 那 我先簡單 第一個有提到那個什麼 用氫 大概是講氫電池的那個氣機車 但是我想這個到底是不是肯定 它已經完全可以商業化了 其實這個我們外界還不太清楚 那能不能這樣子 我想那個 如果時間到了之後 自然就會水到去 它當然可以列為一個選項 那現在 是不是一直這麼吻的 因為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政府可能一向是 資訊比較被動 或者就應該要讓 多一點資訊 可以盡量地去倡議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這個 確實有很多的吻子園區 但是我們要看的是說 其實在這個案子裡面 也有那個 戶數的 很有名的 那個台灣戶數協會的 Angela John 他就普通說 那個中科士級徵收了640公斤 現在大部分都閒置 為什麼不可以把台積電放在那邊去 那其實 在當中 譬如說 在中心大學學 農業經系一個教授跟我說 這樣子的 如果 我們的政府決定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兩個一定 第一個挑出來反對 第一個人講 因為每一種資訊的特性不一樣 我剛剛講過台積電 以它的資訊 它問題比較大的是 污水的處理 當然在這個案子裡面 台積電也成功做得比較多 再來就是說 中科的污水處理廠 它就是因應這個半導體 晶圓代工跟光電 那樣的特性 它的污水處理廠的 那個處理的方式 它是以這樣的 要處理這兩個自成 產生的特有的污水的成分 來做它的污水處理設備 但是你一般的污紙 譬如說 中部有很多的精密機械液 精密機械液 其實它會產生的自成污水 並沒有很多 它很多可能 主要是動油 潤滑油 但是那一部 它可能是另外一種肥瘦方式 那仿織葉 皮革葉它產生的污水 它污水裡面的污水的 污染物的成分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不可能把台積電 這個說 因為我不想要讓它在中科 那我直接丟到其他一個污水區 或者某一個傳統工業區的 裡面有形式的東西 就放到那邊去 因為這樣子它的污水處理設備 沒有辦法處理它的自成污水 那這樣就是說 因為它是自成污水比較大的污水 我們不希望它放到農業的 完全是大片農業區的那個中型的污水區 像中生市已經在20 那是除了這個被開發 然後現在才整地完了 其他周邊還是幾乎大片完整的農業 因為它畢竟 所以其實兩岸還是我們主要的兩岸 我們還是不希望這種 比較有多自成污水 重金屬這些呢 就說到那邊去 然後這樣子很容易污染它的 就說如果它處理不剩 那怎麼會污染 周邊的農田 甚至會到外圍那個方面的那些 養殖區區 這個是不同的螺絲 就是我們當然擔成蚊子工業區 要活化力藥 但是不同類型的那個工業區 跟它的產業 不一定隨時可以這樣子換去 那剛剛我們這個 我們大三個法律系的這個學的第一 其實你問的第一當然是高度的法律技術性 其實好過整個二亞回答 我們行政程序法的53條 其實在台灣幾乎沒有適用的餘地 它還是要透過法律的規定 那我們現在的撤銷環境訴訟 其實都是以利害關係的 打的撤銷訴訟 這因為高度的法律就是 我的很慌張代購草 我不想要常談 所以它不適合用團體訴訟 不適合用消極會的那種邏輯 去處理這樣的事情 第二個其實在那個案子 我不是說當地的環保團體打訴訟的時候 起訴的時候主張不清楚 而是他們在環評階段 主張說這個污染的時候 其實就是 就我的感覺講白眼就是打擊錯誤 沒有對著這個可能污染的特性去提出問題 然後要求那個綜合管理由台積電 要把它回答清楚一點 因為就是這個產業特性 也讓環評委員沒有抓得很用力 所以可能很多問題 讓環保團體一直覺得說都沒有釐清 後來就重通通過 這個我想其實我們當然可以怪環評委員 但是我覺得環保團體自己應該也有一定程度的責任 因為沒有把這個設廠上的污染特性掌握得非常清楚 那你提到的問題其實就是沒有完全保證 就把對稱的下一條 後面你提到的那個 就是說本來地方做了一些自治條例 但是他收取了一些應用規費 然後被環保署跟產業部撤銷 其實最近也可以看 雲林先生武率先通過了禁燒生煤跟石油膠的自治條例 其實它不是立即禁止 它還是有緩衝的那個期限 那現在也是看環保署的態度 當然經濟部已經台塑第一個跳出來說 這個違反能源法第六條說 這是中央主管機關的權責 那經濟部再加碼說 那一一空物法第三十條 那個都完全處於中央的權責 其實這樣是不是 那個其實在法律上 我大概都有很完整的給了雲林縣政府法律上分析 那能源法第六條跟空氣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條 講的都只是這些會抑制空氣污染的這些物質 或者這些就是我們就簡單講說生煤或石油膠 它管制的只是說你的進口 屋口 製造 販賣跟使用 需要經過中央主管機關的特許 那是你那個產業使用的時候需要經過它的特許 但是我的地方要不要讓你用 並沒有被限制說這部分地方沒有權責 而且地方如果是基於環保的理由 家庭管制 那個反正地方是事項裡面可以去講的事情 那這部分當然就是看 我常常都會批評說我們台灣幾乎沒有環境保護的 那個中央主管機關 那其實這個也可以看它的態度 但我知道環保主族剛剛那個 第一個來自中部的那個小姐所講的 因為它在中央的行政院會 它做的位置可能是非常遠的地方 那所以它講的話可能常常院長都聽不到 聲音比較小 那經濟部呢 公共都很大聲的 而且因為經濟發展本來就是政府一貫以來的那個迷思 所以這一部分呢 我相信環保署在處於這個 也會遭受到行政院底下非常多 其他部份很大壓力 最後 我當然非常期待其實環保署應該是因為貝塔 但是我想到最後應該是不以貝塔的成分均高一點 那背後又要打另外一個憲政官司 那李憲政已經說要找我打了 我很想要打一下 但是還是重心機關 那應該要學長過才講的 謝謝 這裡有幾個問題 我最後來回答一下 第一個就是來自靜蘭大學的朋友 我趁這個機會跟大家講一下 也不是說去吹嘘或幹嘛 其實大家要了解我們台灣現在 大家去加油的那個遊瓶標準 我們去加油其實才有個寒流氛 然後已經講流氛 是跟歐美的先進貨在還是什麼一樣 這是全世界最遠 大家可能還不知道說 美國的那個柴油裡面的含流氛 比我們台灣的油氛都還高 比美國 他現在號稱說 這個PM2.5的都已經幾乎快達到 風景美的標準 可是他的這個柴油裡面的含流氛 比我們也高那麼多 這個我先講 那我們另外一個是新車的標準 新車的標準 排放 一個是油 一個是排放 他也是比我們也是跟歐盟 歐盟的這個標準 也是新 可是問題就是現在 就是說我們在使用這種車輛 因為我剛剛講的 台灣洗衣服 舊車擺得很輕輕 所以這裡我們會有 我們的一些比較 我想我們就會有一些政策會出來 鼓勵他們來台灣 或者是 當然現在地方政府也有一些出來 就限期要讓他們不能行駛 那這些都可以去嘗試來 來勃起大家 不過就是說 那你不要我用 那我要怎麼騎什麼東西 所以剛剛就有提到說 比如說是這個輕人的機車 那我 其實這個產業我也都有接觸 那剛剛張律師有提到 就是說 因為他畢竟還要換那個清冠 所以這只能基礎建設 如果 車子或許沒問題 可是那個 換這個清冠 這個 也要能比騙 你看大家現在來看 電動機車其實已經有了 可是它的續航力也好 或者充電也好 或者換電也好 它還不是很方便 所以 還是 等於是小區域 或者一個小部分的使用 不過我是覺得說 現在也有一些 屬於重型機車的等級的 這個電動車 電動機車也出來了 所以我想這裡是 會有那個機會 如果 朝這個方向來走的話 我們會 剛剛 張老師也提到 你如果是限制一些東西 或禁止一些東西 它會有其他東西 然後就會走出來 因為我們台灣的話 機車是一個產業 跟你講 它是一個 我們就講四大機車公司 它是一個產業鏈 所以在 面對這個問題的話 就是要 慢慢轉過來 就是一個 那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就是 衛教的部分 我們 以 行政院在 看這個 PMO電腦議題的時候 其實最近已經把 衛福部 還有環保署 還有科技部署 都已經 擺在一起 我們 我們如果以科技研究來講的話 所謂的衛福部會人 的合作計畫 每年五千萬 大概四年 總共兩億 會就 PMO電腦的成分 跟健康貢獻的關係 這裡會去做研究 那正式研究 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 宣傳或宣傳 其實我們屬自也有 我們的環境教育體系 那衛福部 還有衛教體系 我想這 您剛剛所提的幾個方式 是可以 來把它拿進來 再加強 那剛剛我還是要提一個 就是在這個 氣候變遷調試費 比如說 大概是 三年前 高雄 或者雲林 雲林提出探稅 那高雄提這個 氣候變遷調試費 那因為它裡面 有一些罰則 所以要報到中央主管機關來 那剛好其實我們是這樣 也不是說 環保守這邊也不是說 因為財政務必定有它的觀點 可是環保守當時 我們剛好把 那個 溫室氣體 有六種溫室氣體的物質 公告為空氣軟物 那公告為空氣軟物之後呢 它就變成說 如果要收是收空汙費 空汙費的話是全國一致的 那當然 我們那時候去把公告為空氣軟物 其實重點不在於說 要去收錢 而是說 溫室氣體檢量法 在立法院躺好幾年 動也動不了 所以 當時的署長 陳署長就說 那我們先走這部分 把公告為空氣軟物 用空汙法來做 來要求業界申報 即限資料 這樣來做 剛好公告出來以後 高雄也剛好在提這個問題 結果變成說 如果要收是收空汙費 所以當時的立法院呢 也有委員 就說 那你放保存 趕快要一個月要收 這方面的空汙費 其實這沒那麼簡單 沒那麼簡單 所以 當時的案子也就是這樣下來 不過現在有一些改變 我先跟各位報告最近的情況 最近 立法院很密集的在協商 這個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管理 溫室氣體管理及減量 減量及管理法 後來有改 那這裡面就會有包括 這個成立這個基金 那成立基金呢 其實就也有包括 有地方的基金 我是覺得這樣都比較正辦 就是說如果是 溫室氣檢查法裡面 成立基金 那收取之後 地方去做它的事 其實現在來看是 等於是有這個 可能性 一最近 也密集的在協商 一讀的通過 一些人會趕著看 能不能 下禮拜 能夠三讀通過 那 差 差一點點就是說 這個 減量目標 要不要入房 減量目標跟期程 要不要入房 哇 那這個大家就 公反的很厲害 所以這裡我們 如果它通過了 其實這番 剛好所及的那個問題 就能夠疑問而解 它裡面也有規定基金 地方也有基金 那收了之後 就可以去運用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正當一點的 那其他的我想就先講到 至於那個工業區的 剛剛可能三讀醫師有提到 我就不提 謝謝 謝謝 剛剛有很多的建議 我想在周主任這裡 我非常認同您的看法 那我們現在 行政院這裡 是要採取這個 叫open data 也就是 要讓各個部會 達目前的資料 要把它公開出來 那目前我們數是200項 那行政院要求我們 要再增500項 也就是說 將來這些申報數據 當然法令我們在研究 其實以我個人來講 我們就是通法公告 最好 全民立體來監督 這樣這個效果會比較好 比我們蒙著頭 定標準的要求 那他把它透明化之後 全民來監督 他自己去找 最好的基礎 這樣方法來改善 這個方式我覺得相當好 那其他的建議 我也覺得相當好 那我們土木系 李教授這裡 的確就是 因為我在處理工作二幾年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們的法令 法令都是什麼 水污染防治法 空氣污染防治法 廢棄物清理法 都產生了才來弄 的確在過去設計上 都是屬於廣播的環境 那我覺得機制上 有沒有 只是說 有 但是不是那麼 效能不是那麼好 我舉個例子 在我們 其實現在在環體裡面 就有所謂的政策環體 前一陣子我們 鋼鐵業政策環體 也是跟經濟部 不考得很厲害 在這裡就會有很多的 折衷 只是這個 不會拿出來外面談 另外一個是在 行政院以前 叫經濟會 現在的國外發展委員會 其實也是裡面 對於 重大的經濟建設的計畫 也會有 那當然我承認說 聲音上可能就 沒辦法說 你到那個委員會期 我就會那樣子打 所以我想 這裡如果我們 在環支部成立以後 如果能夠有一些感性的話 我覺得相當好 現在大家知道 我們數總共多少人 一千個人都到 包括那些 督場大隊幾百人 就是以前新省進來的 所以其實是非常忙 我們每個處 大概大概上幾個人 空保宿才多少 我以前是處長 正式的講 平用才39人 所以這的確是 有一些需要再努力 謝謝教授給我們委員建議 那我們 曾大應該是顧教授 在顧教授這裡 有提到的就是說 那個品牌 我們在環品裡面的平台 其實環品大會 到那裡真的是 已經是在後面 前面有專案小組 大家知道 專案小組其實就是個平台 那過去 陳組長在的時候 曾經事情過一陣子 就是那個專家會議 當然是非體制 但是是由正義雙方 推專家 在那裡平台訪問 其實那也是一個平台 但我個人來看 在官方的平台裡面 就是那個專案小組 專案小組的話 也就是說 之前曾經 我們陳組長那時候 想說 那個環品法 不要有否決錢 在這裡 要讓這個 目的世界主管機關 他去做最後的存活 我們只是把那個 給他們參考 他們去做總博 可是後來 因為修法員 就沒有 可是 經過這樣的一個 衝撞以後 其實在 專案小組的部分 就要 目的世界主管機關 來共同支持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 開發單位的目的 所以什麼 要面對 免疫 面對很多的環化團體 所以那個是一個 我相信這個是一個 如果能夠 把它發援 方法 其實那是一個 好的平台 那只是說 也許環化團體 不一定 每個案子都會來參加 這個就 比較可惜 但是我是覺得 那個是一個可以去做的平台 那至于中科应该是三级的二级环品 他反正何解过就是要提 倒也不是说不挤 因为有时候开发单位对于产业进驻的进度 他会去考量 那环保署也不能说赶快来我们赶快来审 其实也没有 这就比较被动 这一点是他也是有 但是就是会比较白一点 那台中市本身可不可以提有一个管制的 一个自己的可以来 按照空虚管防治法 其实防治区就是县市 防治区就是县市 而且按照空虚管防治法 他要提空虚管防治计划书 县市首长要签名要公告的 要对民众负责 所以这里就是尤其李俊荣县长 他很卖力的 他进美也是他的措施之一 那当然县市首长有他的看法 可以在他的法令规范里面去做 所以台中市本身是可以把它设定成一个区域来制度 那当然这个就会牵涉到说刚刚我们最后的这个 我们年后人不好意思 有提到说这个区域其实它是相连通的 怎么去弄 那我讲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防治区 防治区现在是以县市 为什么呢 因为空虚堡里面对于防治区里面的事业 是有权力义务的不同 比如说三级防治区里面的污染源 他第一个要消减 第二个他的空虚对脚比较多 也就是同样是台方流氧化物 你在二级防治区的县市的工厂 跟你在三级防治区的工厂 空虚堡的废率是不同的 所以他会有权力义务的关系的不同 所以当然这个如果说后续 我承认 其实现阶段的这个总盖管制 他只是量的管制 他能不能反映到浓度 其实这个真的就要靠后面很多的检测的东西来做 现在的确是这样 我想像把它减5% 它空气也不会变好 看起来是这样 可是您讲的没有错 它如果是在哪个区域影响的健康风险 其实不一样 你整个半天也许没有效果 这个也就是后续真的是要好好来做 但目前的确是用算数上来减 这个是一个要请常识 那其他的你最后面那个建议 也许我会后再跟您再请教一下 我觉得那个建议还蛮不错的 如果用健康风险然后回馈回来 然后去做化射 会常常跟在路上那种不同的内容 那我事先先回问问 有一个你没有回答 到底要走限寡奇数算 你们就必须了 那一部分 那一部分 今天在这里是专业的 那一部分是这样 如果你按照行政院程序 他送到院里面 縣市送到主管部会 送到主管部会 但是现在还没送到 今天是贴的 他去贴啦 但是还没送到这边哪 还没送上 我 没关系 专业上你觉得 专业其实 没有没有没有 还是说你专业上货币的 对那个是这样 那个你还是要各部会 对那一部分 有环保署的例子 各部会就不回 环保署 环保署 还是要看 我们只是寿临那个窗口 寿临那个窗口 对 好 谢谢大家 没有 其实按照 地方部署法 他送贝塔的单位 只有单一 中央目的这种 其实就是环保署而已 那当然你们一定要去 汇 各部会 那是你们内部的问题 但是 你问他们是整天的 那 那 稍微很快 简单说要回想 其实刚刚那个 谢主密有提到 温室器及减量及管理法 其实这个法队 确实最近在密集的协商 那 这个内容 到底值不值得支持 我只 只让大家 告诉一个知性 让大家去判断 这个法案 难得 工业总会 积极的支持 机械游说立委 支持 那你 如果在这样 从这样的逻辑下 你觉得这里面有没有问题 为什么一个对他们应该很不利的案件 就这样什么 结果他们积极在这里面 那简单讲 它其实可以看到两点 一个是福塘和配 第二个可以境外病患 那会让这个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没有具体的减量集成 虽然说有明定的2050年 要减 从2050年 要减回来到2050年 50% 但是 这中间怎么减 其实完全 目前都完全是受决指导 都是空的 那可能到了2050年 2049年 再来重新修法 再展移 因为没有办法去这样 不许会有这种问题 好 那回到刚刚 几位提到的 我尽可能 我知道的去回答 中科司机 其实和解数也签了 明天应该有机会 就会放在 環境法链协会的官方网页 会把它公开出来 那 其实中科商机 它已经 其实厂商机都已经进驻了 那那个案子我也是诉讼的律师 但是后来和解的部分 我不太想要去谈 那也再带一个原因是说 因为是法官宗室出来说 要求 那个中科管理局 要编这三千万元的 作为一个基金 财政法人的基金 然后接下来 他每年要编五百万元 作为那个基金的运用 那这一部分 总是会要给民间 跟原告 民间的环保管理 跟原告推荐的 总金是要过半以上 也就是说 他希望把这个 这个基金由官方出 那以后作为民间 来作为注重 监督政府环境运用的 可以运用的基金 但是因为我觉得 常常我在做环境运动 我个人 我是不太想要使用 官方编列的基金 这样子来再看看 因为他这样子会 就是会衍生 比较额外的问题 也就是另外一个深层问题 也就是 为大家等一下要讲 这个信任的问题 那 中科市起 就是由我 主导去签下的 那其实签 因为他那三期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 他目前只有 六百四十公尺 只有差不多两公顷 有一家爱宁卫采 进驻而已 那我们跟他签的 签的那个内容里面 就没有谈政府的基金 那我们只要求说 除了已经发包的工程 或者遇到水灾什么 需要的紧急工程之外 其他的工程 要全部停工 那除了爱宁卫采 竟然已经进去 继承事实之外 毕竟他也是本土的一个企业 据说也都没有拼用任何的外盘 那所以我们说 除了他之外 我们不要让他停止营运之外 其他在二届环品通过之前 也不可以在任何招商 那这些后来就是 这个中文管理局都同意 環保署也同意 另外还有就是 在事情里面 我们要求说 我先列几个 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点 要求他们 環保署跟中文管理局 五条定要放进去二届环品的范图建设 在范图建设 要列为他们要环品的项目里面 那再来就是说 居民跟当地环保署 有额外的其他要求 就是说 那个中文管理局的承诺 竟然同意把它放进来 只要有相关 当然不会是不相关 大概我们那个重点 都放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 还有包含 因为他有那个 相思寮整个在化地环容的问题 那就是要求他们 要把日来水 农水 各方面都把它整理做好 我们那个大概都只有这样子 那跟三起的人会就是有点不一样 那 那回到这个 就是台中园区扩建的这个案子 如果我们那个中海大学 这位老师所提到的 其实我也不认为说 台积界就整个经济发展 但是他虽然有70%以上是外资只有不比 但是他毕竟还是本土 还是可以说他维持一个本土的气 因为毕竟还是在从这里生长 茁壮到现在 那他其实也就我了解也没有所谓 用外劳的方式 高级工程是可能用的 但是我刚刚楼列出来的那些问题点 其实我都是针对环保团体提出来 在环境阶段去指引的事项 我把它做一些分析 那劳工的问题 因为在那个面向里面 其实环保团体都没有没出来讲 所以我当然没有能特别去回应 但是 当然台积界它会不会也有产生类似这样的问题 我们不敢讲 但是因为其实这不真的有时候需要 我们医界或者学者做长期追踪跳脚 如果发生类似的问题 我觉得该追究他的责任 但是要追究 那也可以坚持地逼他们做一些改善 但是因为我純粹只是针对环保团体 在环保在环境会议上提出的质疑 我去做一些分析 我只能是用这个样子来谈这个问题 那最后我们联络人跟瑞根所提到的 其实我个人反而是觉得说 这跟难度没有关系 但是我想空品区 就像前一阵子海岸管理法通过 里面要托得行政区界的概念 因为空气污染的扩散 它不会去遵守行政区界 就像海洋生海系 它也是要发区界 所以如果有需要 发挥三级空品区这样的问题 污染空气污染防治的话 其实真的也要跳脱行政区界的方式 就是用一个区域联合治理的方式 那空气扩散到某一个地方 即便那个工厂设在另外一个县市 那如果有一个区域联合治理的概念的话 假设这样子 我彰化县政府在这边 建设到六级扩散出来的空气污染 那我建设到了 那经过这种 我们讲说流行病学的分析 确实就是从它那边的阴道扩散出来的 那也造成我这边的农座或居民的损害 或者建设到有超标 那我只要发一个协力 发一个文区 就是印大农区联合治 那就是明星文直接去开放 这一步其实并不会做不到 但我觉得这只是我们公务人员的观念 只要去跳脱去改变之后 其实我想这一步应该是很容易可以做得到的 那最后当然是谈这个一个信任的问题 其实就是说 但其实是我多事 我自己其实事情很多 但是我看到中科是比较大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一直觉得说当地防防团体 其实就是没有最正性要打这个问题 那我尝试自己多事反而想说 那我可不可以来把这个事情处理的 比较这样的状况可以皆大欢喜 然后像现在完全对于没有信任的空间 那我第一个做法当然就是说 我先去找台中市政府 我说人家政府关心空屋的问题 那如果你要 你们如果台中市政府已经加农 你真的支持台积电的话 那你告诉我 你就是当地防保长期间距离 最在意的空气平址 你可以成功做出什么事 那那时候其实他本来拿出了 他们的那个低碳资质条例 那我一看就 拜托一下这个跟人家讲 根本就 封马也不关心 不要拿出来扶我 那我们加德也是希望他如何针对 那个两个地方 就是后里我刚刚讲的那个 封心钢铁正龙市场 后里文化铺 一个地方跟台中港区 这些地方固定污染 可以怎么解 可不可以提出一个具体的集成 那还有他们盘查另外有一些 重金属的问题 我说你至少希望他把数据 全部给我 还有他们希望能解釀 要这样子 我才有可能回过头来 跟環保里头去谈说 那你们关系的这一问题 台中市所提出这样的方法 你们满不满意 如果你们觉得不接受 还希望有更多要求 可以再要求去什么 可不可以再提出来 那我来再尝试 跟台中市我们再谈谈看 那中心钢铁也很想要帮忙协助解决问题 所以我在台中讲 有上礼拜程那样子的约 但是台中 但是那个 中部的环保专题 有时候可能信任感不够 那个 他们应该叫做人科院的院长医生 邱布洛恩老师 坐在旁边 由他接受开 结果 我们那个环保专题的负责人 一下就把他当作是 就把他称叫做 叫他叫市党夫人 那我们都是市党派出来的碎客 那当场信任关系就完全破坏掉了 大家想看 我 我这二十年来 我做这套一路案件 我可以是 做一个很有钱的那个 魔鬼待人当律师 但是我现在也是一直 兢兢业的 一直想要让台湾的环境做得不好 但是我在这个案子 你看 我光这样子想要谈谈这件事情 我马上都被认为是台湾 我三次去找台湾 是我自己付高铁的票 我没有跟台湾 连两千换车马匯我都拒收了 那我也会被人家叫做 所以这个信任 其实不能只是光环保团体苛求的证明 我们环保团体 其实我也是一个环保团体 我也是一个非常 这不管在很多领域 我也是一个社运分子 环保团体 我们有时候也要不模仿自己 我们能不能开放心胸 我们要求开放社会 但是自己有没有开放心胸呢 好好的双方坐下来 互动 互信 建立互信 那建立互信 真的不是只是单方面要求政治 那样子没有办法建立互信 那本来刚刚那个 董寒正老师提到 本来应该你们 礼拜天 礼拜六 这场位置主持的应该是我 但是因为 我当天我必须要去云林 因为我最后一次去之后 很快我就要帮当地 已经离癌的居民提告 所以我要最后去那边 开两场受命会 所以我才玩具了这个主持 不是因为我 富航台积电的关系 所以 所以这个 谢谢大家 今天这个场合 大家就可以知道 在社会科学院的一个这个交易厅里面 可以讲这么困难的问题 里面有很多专业提示 好 那大家还这么样能够坐在这里 这么具机会什么在想 那里面讲的一些论述 或是讲的一些观点 其实都蛮成熟的 英文这个叫非常subscated 你对照说我们的政府 如果说在他的决策过程 还认为不需要来听这样的声音 那这个 我的认为就是去年太阳化的现象 就是在各个地方都正在发扬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那刚刚最后讲说 几个重点 管理 从我们独播系的教授到 这个讲的管理的问题 信任的问题 典范的问题 三大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是 敲击了我们现在政府行政上面 实证上面的盲点 可是我觉得到今天还是不知道 这个管理的问题 云林县是农业县吗 全台湾没有一个工业区的面积 像云林县这么大 我们说它是农业县 所以没有六七颗 它的环保单位的 会编制跟其他线一样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说环保署 空宝处不到四十个人 不止不到四十个人 这个四十个人的专业 有没有随着时代在进步 有没有办法是真的去做到 专业上应该要有的 那如果没有我们今天讲的那个 所有的想象在那个管理上 就会有很大的落差 因为你给他很大的期待 尤其这个主改过了以后 变成一个部了 人民只看到你变成部了 结果你换个招牌 什么都没有换 那这个就是人民又失落又大 我给你变成部了 为什么你没办法做就是 他根本没有去 enforcement the main power 所以这个主改用这个方式是 毫无意义对时代 所以管治治理的能力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政治系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这个 这个是我们新时代人民 这么关心的 对不对 那过去很少 環保署很少在专业上 有本真的跟专业的互动 各种不同心的专业 更不要讲跟治理的专业的互动 这是在美国网络是非常西中平常的 在欧盟的这个环境部门 这个都是西中平常的 才会解决信任的问题 信任问题不是个人去做 是data的open 而且这个data是要克系的 是有个程序是被人家认可的 北京为什么会重视专业化监督 因为美国大使馆 开始设了监督器 用Apps也这样 那北京的市政府 跟中国的环境部门说 你那个不准 跟我们的不一样 你知道吗 帮美国大使馆设监督器 跟北京市政府的监督器 都是台湾人的公司把他设 那怎么会不一样啊 搞到最后就是一定一样啊 所以这个就是信任的问题 大家会觉得新任美国 他就是一个开放 美国copy这个 在蒙古的忽然巴托 在印度的德里 他都有的 即死就是出去的 只有用这样来开放那个社会说 data要即死 所以台湾政府一定要开放data 这是信任的起点 而且要有系统 那这个系统要怎么怎么做呢 要把等到不可能从上面说 我一定要走 一定要把像我们今天这些 真的要带回去 如果有录影带 要让你的这个同仁分享说 台湾已经民主成所到 大家可以在星期三的晚上 这样子 然后可以做这种事 Malewable 我们很多地方来的朋友都知道 这不容易 那要真的去尊重专家 我说过台湾做PMR.5的最前位 就应该是我 美国的心脏医学会2010年 写给美国心脏医学会 所有心脏科说 以后你在看病的时候 中风跟心肌梗塞 一定要去做PMR.5的了解 为了写这一个statement 他们写了一个二三十页的recommendation 里面用四百篇paper 只有二十篇非白人的 十二篇是我 那我们国家有尊重专业吗 从中央在讨论这个 他都不用问专家 刚刚讲的我都听说了 我这五千万怎么出来 然后他觉得他就可以规划 这个top down不可能 跟民众想要的 所以跟刚刚讲的 都不在他们的题目 我参与了欧盟计划 欧盟为了修改PMR.5 成立一个专案的计划说 做完这个研究就是要改标准 有方向性很清楚 在行程题目的时候 NGO就要进去了 NGO要告诉你 研究方法要考虑我们什么关切的 做到一半的时候 从布鲁赛亚的NGO说 可以 你们可以继续做 但是这个讯息要让社会知道了 风险比我们想的还大 我们是四年半的计划 两年多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开会 最后 那NGO是我们要配的 那个他研究计划配的 来说 请你对今天有没有什么comment pation group 系传协会什么 我们国家在行程计划 行程计划 中科的问题 国科卫 请我去演讲 什么叫做风险 国科卫 委托我做风险 做完 第一次的纷争 我就告诉他 他那个 那那个方式是不对的 要打贏 从那以后就不知道 你就不是了 到今天为止 所以我们 我们是选择专家 像欧盟怎么可以这样 是专家你没有聘 你这个process就没有了 我们国家不用 行政独大 专家是某个人日期决定 这个社会不会有信任 所以一开始我们前副教长就说 我是 我是这个主帅 可是在某些人里面 在某些意义 就是最好不要准先 那这个社会就不会有信任嘛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过程 我们讲的是 那这个地金 绿色蓝色的政权 都有 不是针对某些 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些盲点 我从这个中科一直讲到的 企业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第一个 你知道我应该是台积片 要去设厂咨询的利益 你知道吗 他是不是知道他的问题 我都跟他讲 所以呢 他就跟中科去找一个 不会做风险的 你做风险的 你这样懂吗 我就跟他你去找那样的 一定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那他人就是要这样找 我们社会也是这样 我们社会怎么去看待专家呢 因为你这个专家是 你是independent以后 他就觉得很麻烦 所以信任的企业是在这里 那所以典范要怎么变呢 我们讲的今天这样的典范 那治理的典范 用行政权来决定一切 什么data可以开放 什么data是怎么样 这些事情都快要过去了 如果一直这样 就是落差会越来越大 所以就是国发所讲的 这个一直要 告诉我们所有的行政团 这个典范 能源的工业的环保 这个典范的 这个我们键盘上那个shift 按下去是跳到另外一个跟 你这样一加二加三 慢慢的是不一样 这些事情是今天的一个很重要 这个典范的转移 恐怕不是过去这样子的管制 规范管理措施可以达到 那要多听听我们社会科学家 怎么告诉你们 什么叫做典范的转移 那我想那个 我一开始讲的 G7 Miracle 他就是在做一个典范的转移 福岛事件 德国二三十年来的绿党 所以不要和能 对不对 所以典范就是不要和能 不要和能就是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 他就在欧盟里面push 那个traded traded CO2的traded 价格越高 大家才会用这个 所以他很失望 欧盟的价格定的不够高 所以大家的事情 买煤来烧就够了 可是他不管啊 他德国就这样做啊 所以到今天已经33%是再生能源 那很快的 在五年就可能就50% 白天 尖峰用电的大部分的电 都是来自再生能源 跟我们的想法就不一样 这个就是get shift 那我还想说 啊这个基宅要这些 会产生PMI给很多 然后那个只是一点 人家不对啊 跟你要跌越多的时候 刚好是再生能源 potential最强的时候 他就用了 这都是一个典范的改变 所以他的策略就是 21世纪以后的经济 德国所有都领现啊 因为大家一定会走上这个 所以他要廢的这个 第二步就廢免啊 所有以后实化的东西 都存在地底下 都不可以再去开发 谁领现他领现啊 所以台湾何气何种 就是说到底我们这样做还是这个 啊这个很奇怪 这样的论述 这样的讨论 在国发首号 在我们的社科院 讲了很多以后 在我们的行政界是一个 从想起必要都不用去谈这个 那这个不看会跟人民的感觉 所以希望你们任何一个 为了DM2.5的研究案 这个管理案 政策案 都要像这样跟民众先沟通一下 那如果要问专家 要真正的专家 如果没有问到 那你就知道 一定没办法解决问题嘛 是不是 所以大概今天这个高兴是这样 我想最佳请我们的这个 指导老师跟六点 其实我是对我们的讲 我稍微微影响几位 提到 从我们政策科学的角度 就像他提到其他 基本上 我今天在讲 他们的那个 心理性 有点拼 专强者 在检测的一些事情 就刚才你教你提到 真正这个世界的动力 政府是很有限的 公园是很有限的 社会上有限的 所以反而这公园是 联合这些专业的专家 以及很多活动的民众 和很多团体 来对抗这些企业跟待遇者 所以有的时候 反而 不是经过欧益的专家 而是要欧益的专家 而是要欧益的专家 我们直接结婚打开 跟社会合作 反而是最大的应该事 我们现在跟力量的 实在是合理 不是在公共计划 对人一算而已 所以我想这个阶段 实在已经来了 那台湾这个时代以来的 所以刚才提到 法修改的基金改成 不但是民间的很多基金 也不会出来 所以不但是定 data 而是要 不是open data 要定 data 跟社会合作的 整个监测的系统 以外 就是我们要走未来在哪里 哪些部分 跑到过这些 这些机车的问题 或者是这些大的 这个耗面的产生 那么最确实它要有压力 才会往那个方向走 那个方向怎么讨论出来 以及方向的分工 终于大致这个时代的来 尤其只有三四年 在二十年三四年 台湾现在我们做基層的 这个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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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现在台湾来自以社会 基層的动力是非常大的 而且现在发展很多新的案例 而且台湾就在这方面 你会想 在这方面 也许二三十年后 可以成为共同家 这个中央人 可以成为那样平坏的东西 这个问题要套 社会把这种企业共同工作 而社会不是 我们看到的那些 没有知识的 或者是那些盲懂的 而是有很多 来自于社会的这些专家 这些活动问题 这些日常的坚持 这才是我们做的 所以这点我应该很珍惜 很大胎 谢谢 这是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为主见 有什么 有些人 有些人